1月8号开始 韦来NBA LIVE直播 答对所有通关密语就能获得惊喜红包 欢迎加入NBA Today 看完Cole Anthony的赛前准备之后 我们发现一件事 就是有些对手你永远准备不来 比如说太阳的Devon Booker 继前一场狂砍62分之后 这场对魔术又轰了44分 也帮助前面三级打完太阳取得领先 但却没有想到第四节魔术是展开绝地的大反扑 让太阳有将近八分钟一个fail go都没有投进 搭配本Caro 26分的火力支援 总场魔术113比98逆转银球 凤凰城太阳和奥伦多魔术的交手 太阳三巨头猎袭出阵 首阶表现最强眼的是上一战标出62分的Devon Booker 不管是中距离硬拔或是时间快要到点的篮下强打 布克尔展现强大的个人能力 让魔术吃足苦头 加上也有开局连六分的火力支援 太阳用七成五命中率 第一节攻下三十七分 领先魔术十一分 进入第二节 布克尔继续飙分 中距离手起刀落 一球接一球 基本上没有太多三分出手 主要就是用超高效率的中投宰割对手 第二节又来个五头五重 上半场攻下二十一分 魔术方面前两节依靠前锋 用Paulo Bancaro的半场十三分和Market Force的十分支撑 半场打完 比数五十一比五十六 五分落后给太阳 第三节布克尔更猛了 整个是杀红颜 切入单打中投即停 让防守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说中的三甲以内 揭示空挡 就是这样 面对两人夹击 输人射手毫不客气 多次以一吃二 继续追加分数 第三节十次出手 狂进八球 三节打完布克尔已经砍下四十二分 真是太狂辣 不过进入末节 魔术年轻人们奋起反扑 同时祭出精湛防守 让太阳将近八分钟 一个feel go都没办法投进 KD整场仅十五分 发生七个失误 而前面神人演出的布克尔 最后一节只靠罚球得两分 整场拿下四十四分 奥兰多也就靠着这波逼死人的防守 末节拉出二十七比九的大反扑 一举逆转甚至提早让比赛定调 Ben Carroll得到二十六分 Moke Wagner十六分十二篮板 中场魔术一百一十三比九十八 逆袭太阳 让布克尔四十四分表现 化为空包蛋 看完了德文布克尔的精彩好球 持续来讨论一下 这场比赛算一算 过去两场比赛 舒同轰了一百零六分 所以战犯绝对不是他 问题就出在 他另外两位明星级队友 Kevin Durant跟Bradley Bill 是同场熄火 没错 KD单场有发生七次的失误 而追杀比尔更是只有拿了九分 对此 Bill表示都是面具的错 魔术对争不是概念 不只是在主场 以十五分差击败太阳 对象今天再度上演 标分秀的夺命书生 德文布克 全场四十四分 做排功 商议他们二点败 不管是Ben Carroll的二十六分 还是Morris Watkins的替补 看下十六分十二篮板 都值得大家掌声鼓励 至于真有两把刷子的太阳 近三场比赛 长均五十分 结果战绩一胜两败的书童 有多悲情就不用说了 比较难得的是 文汝泰山的刺身KD 今天表现失常 如单全场得分 只有赛季次低了十五分 负二十五的正负值 还有凭赛季最多的七次十五 更是断送太阳胜利的一大主因 KD打出堪称本三季最低效的表现 但其实让书童再度做白弓的这笔账 可能还得算在Brady Bill头上 毕竟他全场十三投四中 三分球五投全部落空 更不用说追杀比尔第一次节得分挂弹 外加三次失误 这不怪你怪谁啊 但其实他有苦衷啦 有一所以啦 因为鼻子受伤被迫戴上还不是客制化面具的Bill 真的是够敬业 而且这个面具看起来就有够不舒服 今天打得这么烂 好啦 就姑且相信是面具有的祸 希望这几天真正客制化的面具来到的时候 追杀比尔能打出该有的水准 甚至要比以往更杀才行 毕竟翻开联盟面具历史 富小联盟巨星都在脸部挂彩 戴上面具之后 打开了杀神模式 例如2014年 戴上面具的张黄就杀到不行 先不说当时碳纤维黑暗骑士 造型有多帅啦 后来改戴透明的面具 更是砍下生涯最高的61分 屠宰山猫 已故传奇黑猫发Coby 也曾在2012年戴上面具出战 一个人就尻了33分 必退当时强到不像话的热火三巨头 其他像是凯瑞尔茵 Jalen Brown的球员 也都在戴上面具后有如神助 至于Bio会不会也如愿爆发呢 继续看下去就知道咯 知名运动品牌发布全新鞋款 结合新研发的鞋底系统 主打回弹 推进跟缓震三大特点 并邀请近年在影剧圈 平步青云的王伯杰 跨界合体师大田径队四名成员 一起分享这双新鞋款的体验感受 我觉得他的回弹效果非常棒 然后他很轻 包覆性很好 所以我觉得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业余的跑者 真的有时候跑步的时候 就是抬不起脚 你知道吗 就跑到最后的时候脚真的抬不起来 但他有这个助力的时候 我觉得他效果非常好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个感觉就是弹跟稿 那整个跑起来跟踩起来的感觉 其实就是回馈感很好 整体的冲刺抬腿的缓震也是非常理想 不论是自称业余跑者的王伯杰 还是专业程度不需多言的师大田径队 都对这双鞋款有着蛮高评价 而代表师大队友们发言的李亚廷 透露自己参与这样公开记者会的场合 还是头一遭难免有些紧张 不过他相信就像场上的个人成绩 做出突破后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其实我有点慌张 但是其实因为大家都很帮忙 就是都会跟我说 其实就不要紧张 就是把真实的状况跟大家说明 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在面对完这个发表会后 那我觉得在未来面对不一样比赛 甚至出国比赛 我觉得对于紧张这部分 我可能就相对就比较不会 去年因为表现真的还不错 所以就是获得了蛮多外界的一些关注 对自己的期许会比较高一点 希望可以达到可能脸霸的这样的状态 过去曾经代表中华队 参加二零一八亚洲青年 田径锦标赛的李亚廷 专项是四百公尺跨栏 上届全大运他夺下金牌 辛苦的训练得到回报 而十大田径队席货新战靴后 也将全力备战五月的重点赛事 也就是新学年的全大运 期待能够再创夹击 未来TV台 钢棒杰 陈薇华采访报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关心台湾高球一哥潘震从 备战巴黎奥运 台湾高球一哥潘震从 自二零一五年转职业以来 征战大大小小的赛事 已经是台湾成绩最好的选手之一 却始终不忘记提膝后进 由他主持的潘震从基金会 在十八号宣布取得AJGA的独家授权 将在台湾举办史上第一场国际系列赛 希望藉由自身的影响力 带领更多青少年投入高球运动 第一点让大学 美国大学教练 更快速地看到台湾最好的选手 因为你在台湾打这四个赛 你会取得全卡 然后直接暑假 直接参加正赛 然后会拿到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排名 第一年打到美群赛的时候 我看到一份报道 他说我是台湾三十年 过去三十年第一位 再次走到美群赛的选手 那我就告诉自己说 看到这一篇之后 我就告诉自己说 我不希望我之后还需要再等三十年 小潘在二零一四年开始就会返台举办训练营 适逢培训计划十周年 潘正从也扩大规模 将在未来三年举办AJGA国际系列赛 一共会产生八张全卡名额 有助于国内选手节省经费 在台湾开启赴美挑战之路 而他也分享自身状态 坦言收腕的伤势逐渐复原 已经准备好再次挑战奥运舞台 很期待 也很希望能再次为代表台湾出赛 因为我从十一岁开始就 开始代表台湾出赛 然后亚运也拿到一些好成绩 然后过上一届的奥运 当然成绩我是觉得也出乎意料的 然后希望 希望可以保持自己最好的状况 准备这一次的奥运 潘正从在二零二零东京奥运表现精彩 在铜牌争夺战 击退各国好手 为中华队拿下时尚熟面高尔夫的奖牌 接下来将全力冲刺奥运资格 也期待在一月二十一号开打的AJGA国际系列赛 发掘更多高球的明日之星 我来体育台采访报导